印尼警方周六晚间 在东部的苏拉威西岛 与IS伊斯兰国的头号通缉犯 卡罗拉和一名追随者 在丛林枪战 目前嫌犯的尸体在周日早上 被转移到一家医院进一步调查 苏拉威西省警察局长召开记者会表示 对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绝不妥协 会继续追捕同伙 印尼警方在搜捕过程中 采集到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枪械和物品 他们长期躲在苏拉威西省中部的丛林地区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剩余的四名IS组织成员 将会继续搜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